然后下面也给大家来说的 就是一个叫做逻辑回归的东西 逻辑回归是什么意思 首先它是回归吗 它既然叫回归的名字 大家肯定第一个感觉就是 逻辑回归这个东西 应该也是一个回归算法 我要预测的是一个值 其实并不是这样 逻辑回归虽然说 它结尾带上回归俩字 其实它做的是什么 它做的还是一个分类的任务 所以说当大家第一次看到 逻辑回归的时候 一定心里有这样的印象 它虽然叫回归 其实它是一个最经典 最牛逼的一个二分类算法 咱们来说 先说这个东西 为什么说它是个 最牛逼的二分类算法 咱们分类算法当中 还有很多比较有名的 像知识相机 神经网络 这不都是分类算法吗 为什么说逻辑回归是最牛逼的 比他们那些那么复杂算法 还有强吗 其实在记忆学习当中 我们有这样一种想法 就是并不是说 一个东西它越复杂 这个东西就越好 我们要实际解决问题 就是简单高效 通俗易懂 简单暴力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为什么说的厉害 主要原因在于 它应用的比较广 因为这个算法 从原理上来说 是非常简单的 从实践角度来说 非常容易 我们就可以做出来 一个逻辑回归算法 而且在表现效果上 基本上也都是不错的 所以说 现在很多的大公司 或者是当你拿到了 一个任务的时候 你想做一个分类任务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通常情况下 我们就是先做一个 Base Model 叫做一个基础的模型 一个基础模型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想建立一个 比较复杂的一个系统 那一开始情况下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通常情况下 咱们怎么去做的 先拿逻辑回归试一试吧 看一下逻辑回归 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基于我的逻辑回归 我用一些改建 换一些其他算法 改变更复杂一些 能不能比逻辑回归好 如果说你能比逻辑回归好 那我用其他算法 如果说还差不多的 那我还用费那个利费那个事吗 那我就不需要了 所以说逻辑回归 为什么说牛逼啊 因为它是一个优先选择的 在我们去用基础学习算法建模的时候 首选的分类算法 就是逻辑回归 别看我现在说 它是一个经典的二分类算法 那它能不能够解决多分类问题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 解决多分类 我管它叫做一个softmax 其实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我们要先用逻辑回归 再用其他算法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套路 然后呢 这块给大家说了 就是我基地学习当中啊 一个基本的原则啊 一个基本原则就是 我们都是先用简单 然后再用复杂 为什么要用一个简单啊 咱们可以想就是 当我用那个现用回归 去做一个结果的时候啊 是不是我要求一个c的参数啊 那可能有这样一种结果就是c的参数啊 它越大代表当前这个特征 它越重要嘛 或者说c的参数 对最终结果有影响的 我可以通过c的参数啊 对我结果进行一个评估吗 那逻辑回归也是一样的 不像啊 那些知识相机 那些神经网络 那些复杂的算法 那些复杂的算法 你求解出来的这些参数啊 都是没法解释的 其实你可以想 越复杂的一个结构 内部解释起来是越难的 越简单的结构呢 你内部做可视化展示 做分析的时候 它是越容易的 所以说啊 逻辑回归啊 说一千到一万 还是先用逻辑回归 再用其他算法 然后呢 咱们来想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一个决策边界 它是线性的 还是一个非线性的啊 其实啊 在我们所有算法当中 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非线性的 一个非线性的 不就是一个高阶的吗 高阶你可以做到多少阶呢 理论上多少阶都是可以的 但是普遍情况下 我们不用那么高阶的 用一个差不多的啊 别太复杂的模型就可以了 然后啊 要讲我的一个逻辑回归啊 那咱们必要 必须要来绕一绕的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叫做一个SIGMOD函数 大家可能第一次听这个函数 之后呢 我们还会用到这个函数的 这个函数啊 在很多问题上 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啊 很多实际的问题 首先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表达式吧 表达式什么 GZ等于1加上1的 负Z词密分之1 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达式 咱们看出来什么东西了吗 好像来说 我没看出来太多东西 就是正常的一个式子嘛 看起来挺平淡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右边 右边呢 就是我这个SIGMOD函数啊 它的一个图像 然后啊 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的这个值域啊 首先啊 咱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我的一个曲直范围 在这里呢 咱们先看X轴 再看一个我的一个Y轴 X轴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 变量的一个曲直范围啊 咱们自变量的一个曲直范围 自变量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我的一个输入了 SIGMOD函数 我要给它进一个输入 然后呢 我再给它进行一个输出 我的一个输入什么 输入 咱们可以想象成 咱们之前讲那个线性回归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 我的一个输入是一个值啊 咱们现在回归 最终是不是预测出来一个值啊 咱们现在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把我线性回归 预测出来的一个值 放到我这个 这个MOD函数当中来 这是可以的吧 所以说呢 我现在的一个输入啊 是负无穷到正无穷区间上的一个值 但是有个要求啊 它必须是一个实数值 有了这样一个实数值之后啊 我就可以进行一个输出了 咱们再来看 我的X轴啊 它是一个任意的一个输入的输数 任意的一个实数的输入 然后呢 咱们重点来看一下 我的一个Y轴 我的一个Y轴是什么啊 我的Y轴啊 它的取值范围 咱们来看一下 它是0到1啊 我天哪 这个0到1 帮咱们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啊 咱们现在来说 就是当我想要去做一个分类任务的时候 比如说啊 我现在想问一下 就是一会儿啊 这个女巫啊 我今天我被刀了 然后这个女巫 她能不能救我呢 我说啊 她有70%的可能性能救我 那是不是30%的可能性 她不能救我啊 有这样种情况 那咱们来想一想 这个概率值 那不也是相当于一个分类任务吗 如果说我指定一个预值 我说大于50%的情况下 哎呀 我应该会被预测成 我会被救 那小于50% 我可能预测为 哎呀 她不会来救我 那这里呢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 我们可以把概率值 转换成一个类别了 也就是说啊 一旦我们求出来这个概率 我就可以得出来分类的结果了 那咱们来看 当前的这个C梦的函数 它的值域是不是0到1之间啊 0到1之间啊 不就是我想要的一个概率值吗 所以说啊 C梦的函数完成了一件什么事 由输入变成了概率啊 它就帮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首先咱们来回顾一下 将任意的一个输入 映射到了一个01区间 这个啊 就是可以当成 我们的回归当中得到预测值 预测值映射到C梦的函数当中来 这样呢 就完成了一个由值到概率的转换 也就是啊 C梦的函数帮我们完成了 我的一个分类的任务 这个函数啊 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了 逻辑回归当中啊 核心啊 就是在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C梦的函数 然后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吧 右边可以说是我的一个逻辑回归啊 当咱们要做分类的时候 我的一个决策边界 在这里呢 我们观察到一点 就是我决策边界啊 其实上来说啊 它是可以是一个非线性的 它可以表达非常复杂的 说不上是非常复杂 可以表达咱们较为复杂的一个问题 那首先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 我的一个函数的表达 在这里啊 我有一个θx θx呢 就是我的一个输入 我的一个输入啊 咱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θx不就是我 线性回归的一个输入嘛 然后呢 我这个输入 我把它放到哪里了 把它放到我的一个小g函数当中 这个小g函数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是我的sigmod函数 相当于在这里做了一个映射 这就是我完整的一个表达 然后呢 这里咱们的c的参数有多少个啊 它是给你的特征想挂钩的 你有10个特征 我就有10个c的参数啊 它都是一致的 那这里啊 咱们再来看我要做的任务是什么 我要做的 首先来说 要做的是一个分类任务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分类任务来说啊 咱们先做一个基本的假设 就是假设说啊 我现在要做一个二分类的任务 所谓二分类就是y 只有两种可能性 要么等于1 要么等于0啊 只有这样两种可能性 如果说你说是一个1 或者是一个-1啊 都是可以的 反正就是一个二分类任务嘛 然后我先这样假设啊 就是说 当我的一个概率值等于 不是概率值 就是当我的类别是取1 这个类别的时候 我说呀 它是什么 它就是等于我的这个hcx 相当于是预测出来了 等于1这个类别的一个概率值吧 我们来看 这得到的是一个概率值吧 然后呢 那等于0的是什么 为了保证啊 就是咱们正力和负力的一个求和 概率求和是等于1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就是可以把y等于0的这个类别 它的一个概率值啊 写成上一个1-hcx 这样呢 我现在就已经写完了啊 咱们现在有两个类别 y等于1的时候是hcx y等于0的时候 它是1-hcx 然后呢 在这里我要做一个整合 整合是什么意思啊 对于上面啊 就是我给它分开写 这个东西啊 看起来不利于咱们进行一个化解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要把这个式子看起来更完善一些 把它啊 整合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咱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有一个输入x 还有我的一个参数c套 外这里 咱们来先来看下面这个东西 我整合的时候啊 就是说我的y 咱们刚才为什么说是01啊 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当我的y等于0的时候 咱们来看 这一块等于0 那这一块1-0就等于1 你任何数的0次密都等于1 任何数的1次密都等于自身 所以说 当y取0的时候 我们剩下什么式子啊 我们就剩下右边这样单独的一个式子了 也就是说啊 现在啊 我通过整合 整合完之后啊 我的结果啊 看起来就更简单一些了 那y等于1的时候呢 y等于1的时候啊 也是一样的 当我的y这一块等于1的时候 我这块我给它注射掉 这块等于1的时候 是不是这块等于0了 相当于右边这项不就没有了吗 也就是说啊 我的一个y等于1的时候 就形成我上面 HCTEX这一项了 所以说呢 现在对于咱们的一个分类任务来说啊 我可以把我的一个概率值啊 我可以把我的一个得到最终的结果 整合成一个整体的表达式 这个就是我最终一个完整的表达式 是长什么样子 是长什么样子